本以為他是我演藝生涯的伯樂 以及協助我賺錢養家的貴人 然而並非如此 梁玄安多次以演藝圈機會 與工作機會作為交換條件 要我與他交往發生關係 也就是所謂的潛規則 我當然拒絕 我表明我跟他只有工作關係 然而他卻大言不忏地表示 陪他就有錢賺 因為我不配合他的要求 他便開始冷凍我 不支付薪水 甚至他藉由工作之雇 以雇主的權勢之便 安排我與他獨處 趁四下無人對我毛手毛腳 甚至強問 也藉由出差之雇 以權勢逼迫發生關係 本以為這已經他罪惡劣的心境 沒想到他還用暴力侵犯我 送我禮物 且表示會與蕭鼠生離婚 甚至承諾買房子給我 照顧好我的家庭 他在我背後四處聲稱 我是他的未婚妻 讓我被迫貼上了小三的標籤 對我的名譽實在是造成了嚴重的損害